秋冬口红扛把子 秋冬口红扛把子 它不一样 这个不适合我 这个颜色太白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好人家男孩子 我们黄龙叔 今天给大家来测评 在网上超级火的秋冬口红 看看到底哪些颜色好看或不好看 事先声明啊 如果你想在我这边听到什么专业的意见 出去 我在这边能给到你的 就是从男生的角度看 到底好不好看 第一支MAC646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中文名叫麻辣鸡丝 而且它英文名字叫 秋冬口红扛把子 不知道好不好看 他把这支手给我 我的脚我可以 你的脚不可以 因为待会儿这个东西要涂在我的嘴上 那你就 全你自照 你知道秋冬颜色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吗 就是要地道的红棕色 好秋天啊 我都已经感受到了 你的手上穿着一件大衣服 而且是有巧克力味的 好香哦 646我来涂一下 你现在这么快啊 好看吗 可以的 觉得好看扣1觉得不好看扣2 我个人觉得就是 适合冬天的颜色 我不知道为什么 冬天就感觉 所有人都变得沉稳的起来 我能分得出来 它是有点点深的红色 但是哦 MAC口红我是知道 真的是有点干 你来个有唇 性感 对对对 这样是吧 你来个 好油啊 本来做这种口红测评就很容易被骂 你不要搞这种做意表演 这颜色很稳 就女生在冬天的时候穿高领毛衣 穿大衣 被涂这个颜色 但我个人的感觉 如果是高圆圆涂它 我觉得可以 但如果是阳超越涂 我就会觉得有点太重了 这个口红1到10分 你觉得适不适合秋冬呢 10分最适合 1分最不适合 你们有买过这支口红吗 你们觉得好看吗 他们说这个口红很显白 我把嘴巴盖一下 这个色号 这个不适合我 这个颜色太白了 哎呀 我用了一个不适合我的气垫的色号 这咋办啊 这怎么办 我要把整张脸都涂白了嘛 阿爸你快来 空一下场 来来来我带来阿布 跟他打个招呼 别都在笑啊 你们有什么想互动的 我放上面 不知道 我给你涂个口红色号吧 你都OK了 哈哈哈 他们就让我坐在那儿玩狗 下一支 秋冬口红色号的老大哥 3CE 这怎么念啊 TAUPE 刚刚他们说笑死在鱼缸里面去了 为什么我觉得我这个 塗得比刚刚MAC塗得好啊 噢这个感觉棕调更重 这是真的 我看出来了 它好棕啊 棕色的棕 这个颜色你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这个比刚MAC塗得好看 有那种丝绒的质地 我在网上面看到一个评论说 女生涂了它就像是夕阳下的玫瑰 还挺温柔温暖的颜色 这颜色1到10分打个分 这个唇峰 没有在意这个唇峰不好吗唇峰 可以 唇峰感觉有点刻意 但是不影响它的美丽 答应答人 什么色号 3CE的TOP DAUPE 不对吗 我没有说错吧 是这个吧 就是这个 如果说错的话我们后期字幕改一下 3CE的1234 1234 3WX 丁沟皮凯尖 后期可以骗 够了够了够了 下一个 卡兹兰M20 哎呦 它里面有个小爱心 这感觉也是红色 哦 它不一样 它是紫色的红 牛血色 这个颜色也好看的耶 它的名字叫雪梨朗姆 哇这个名字也是好做 听不懂 就跟刚刚的那个麻辣基斯一样 看不出来紫 来给他们看 给你看刚刚3CE 下面是棕 上面是紫 如果你看不出来的话也不怪你 哎它不是紫色是偏紫 很懂就是红中带一点点紫 这个你们平时跟男生讲的时候不是很懂吧 怎么我在讲的时候你们听不懂的呢 我来涂一下看看 这个镜头很好看 好润哦 它像唇膏感觉是少女可以涂的颜色 它比较嫩一点点 我比较喜欢刚刚3CE的颜色 我喜欢成熟知心风 年轻的女生在涂的颜色 年轻的紫红色 哈哈哈哈 年轻的紫红色 它适合秋冬吗 一到十分打个分 下一支 Kalaki B610 这支有点特别 刚刚都是那种红棕色调 它有点豆沙 奶茶 豆沙棕 这个叫做冬天绿茶色号 冬天绿茶色哦 就是 绿茶在冬天也得生活呀 哈哈哈哈 在冬天的时候还是得努力呀 如果涂的颜色太厚重的话 好像会把你野心涂在脸上 但是你如果涂一个稍微奶茶一点 你们的红棕色 可能就会没有那么有攻击性 依然会惑惑男人的心 好我来试一下 让我嘴巴擦一下 哇好绿茶啊这颜色天哪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涂了像眉涂一样 就好像是自己本来的唇色 只是嘴巴稍微的浓郁了一点点 对吧 你看我一点 它在外唇边反而没有里面那唇边红暗 那是我涂的问题 你要讲颜色 我喜欢那颜色 这个颜色就是你如果素颜涂的话也还好 可以跟大家说 我本身就是天然春红纸白那一挂的 甚至搞不好有些男生也可以涂 橘朵75号色 哇这个好浓哦 这个叫红棕巧克力 是有点点巧克力的颜色在里面 它其实和3CE也是有区别的 3CE比较土一点 它呢稍微黑一点 3CE更棕 他们就眼看着我下巴越来越白 好浓啊这颜色 哇王祖先 一杯红酒在我的嘴巴上 这颜色感觉是可以吵架的颜色 穿着碗礼服吵架撕头发 开始方案发冲 拉近一点 好浓哦 这个颜色我觉得就是女生会喜欢 但男生会害怕的颜色 除了这个颜色男生会觉得 啊你今天化妆吧 或者是女上司的颜色 哦对对对女老板 但就是男生会觉得有距离感 有杀伤力会害怕 突然有点喜欢 如果你想进攻一个男生 那个男生是弟弟款的话 可以使这个颜色 在我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哦太小了 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如果喜欢姐姐的话 她涂这个颜色会觉得好厉害 我觉得她可能可以开薄嘛 这是直菊朵的口红 你觉得适合秋冬天吗 1到10分打个分 下面色式的是 Kiko416 看一下颜色 这是紫红色耶 它叫樱桃酒红色 樱桃酒的颜色对吧 而且这个樱桃熟透了 可以吃哦 哇好紫 天啊 快来 你作为男生喜欢吗 这个颜色我是喜欢的 为什么 就是她比上个女王款 看起来要更皮静的 有点偏粉偏紫 像是韩国女团图的颜色 我图后一点点给你们看一下 它就是温柔版的吵架色 这个女人也不好扔 我看过人家说 这个颜色是干嘛用的 她讲了一个特别真实的场景 就是说楼上的邻居 家里的房子漏水 然后提着这个上楼吵架的颜色 看这个颜色 哎呀我觉得太紫了 反正我不喜欢 相当于上个老板色 我更喜欢这个 这就属于看起来是温柔一刀 对黄皮不是很友好 可能会显黑哦 这个颜色1到10分 一打几分呢 其实敏掉一点好看 下一支 路华农761 我一直以为路华农这个牌子很贵 它其实在六七十块钱 砖红色 它是说这个颜色叫做 复古辣椒加砖红色 听不懂 更像辣椒色 但我乍一看这个颜色是好看的 有点油画的感觉 但就是比较浓 路华农嘛 路华农 路华农 路华农不允许出奶茶色是吗 他们说这个也太好看了吧 真假的啊你们 怎么了 润爆聚润 怎么样你觉得色的秋冬色吗 我喜欢这个颜色 好亮丽哦 它涂到嘴巴上面就淡一点 而重点是它很亮很润 它可能沾杯 但是我喜欢女生的嘴巴上面有光泽感 嘴巴会跳舞 会嘟嘟的想轻弹 我不是这样的人 这个颜色就觉得嘴巴好饱满 好多哦 你怎么能让自己嘴巴嘟嘟嘟嘟嘟嘟 凉 这个光泽感我真的好喜欢 它一定沾杯 越润越沾杯 你拿掉纸色一下 你沾啊 哇沾掉之后更好看 好看 真的好看 好嫩哦这颜色 这颜色可以当唇膏用 冬天本来是一个万物凋零的季节 但是如果你涂这个的话 就感觉你是冬天里的一抹阳光 还是给人很多有活力的感觉 他们说太亮会没有高级感 就是哑光的就比较高级嘛 对吧 但我的审美情趣比较low一点 最后一支 石油犬233 这么粗的管子这么细 看这个颜色我觉得还可以 它是一个奶性色 这个颜色不一样 日杂很青春 年轻人的颜色 好奶哦 我就感觉到这女生有在喝奶茶 有人说不行 我让嘴再说 妈呀 涂了跟没涂一样 这才是绿茶口红啊 但是我说实话 涂这个颜色的口红 会觉得没特色 一支口红我觉得女生涂起来的时候 也许它一方面会代表你的心情 一方面会代表你的个人的特色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女生 你也许会选择什么样颜色的口红 白开水一样的颜色 像唇膏涂 男生可以涂 好裸 它是一个裸色 像穿了一个肉色丝袜在嘴巴上 眼妆重的时候可以平衡妆容啊 听不懂 这个颜色你觉得适合秋冬天吗 1到10分 打个分 好今天的秋冬第一支口红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支呢 我只排我心目当中前三名 哎我要排四支 我觉得四支好看 3CE的TALK Kanaki的B610 露华农的761 MAC646 为什么把MAC放最后一个 因为它好看但是有点干 可能会有点点显纯文 不知道你心目当中的前几名分别是什么呢 欢迎发弹幕跟猫朱互动一下 也希望你们秋冬可以百口红买得开心 JESHM就这样咯 按你们要播